顾总 刚才陈宇老师给我打电话 他说愿意再给工作室一次机会 重新给他设计一套方案 不过前提条件是 之前的那面墙还是要保留 那不跟之前一样吗 对啊 而且之前提过那么多次方案 没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 他这次 点名让江晓宁给他设计 我 为什么 他说只有痛过的人 才懂得如何治愈 我 顾总 这不是开玩笑的 您自己也说了 他连设计师助理的资格都没有 他不可能完成的 江晓宁 货是你自己闯的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来的 你告诉我 你到底能不能完成啊 能不能 我会尽力的 你有任何的问题 以后都可以随时请教其他的设计师 老板 但是我 没让你完成项目 只是按你出设计的创意 我试试 好 干活 是 虽然是创意图 也尽量要严谨 有问题问我 好的 小娘 成功说得对 真口气 也许就歪打正着 就设计出来了 谢谢大家 我会尽力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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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看来 你不是那么倒霉的人 好好加油吧 所以你是因为江小宁跟你说的那些话 才愿意跟我接触的 不然呢 我还以为你终于发现我的优秀了呢 还聊吗 他都怎么跟你说的我呀 他就说 你是一个 人还不错的 富二代 就没了 人不错呢是肯定的 富二代嘛 他 其实不算了 我是靠自己努力创意赚钱的 我爸的钱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们俩 从小关系就不太好 而且他也不太需要我 他身边有人尽销 你还有个兄弟 我要是有个兄弟就好了 我们家的事呢有点复杂 回头有机会再给你讲吧 总之就是 我不爱用他的钱 我不希望像我妈一样被钱绑架 你呢 要么就把话说完 要么就一句都别提 你这样卡在这儿 很尴尬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故事 夫妻感情早就破裂了又不离婚 因为面子什么的 我问过我妈为什么不离婚 结果我妈说 要是离婚了 她就拿不到现在这么多钱了 然后我就觉得 钱有时候真是太没意思了 我就绝对不用他们俩的钱 坚持自己创业 你别看我开的车不错 那都是为了谈生意撑面子 拿到二手的 我说完了 你是不是该讲讲了 你这么有个性 你爸你妈肯定从小就特宠你吧 我爸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然后很快组建了各自的家庭 所以我呢 就是今天这家住两天 明天那家住两天 都是家 也都不像家 所以我一有能力 就自己出来住了 来 为了我的努力 和你的独立 干杯 我先声明啊 我今天出来呢 是替晓宁谢谢你 这都我请 我不管你为什么 只要你肯见我 再烂的理由 我都可以接受 哈哈哈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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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 符 睡着了 这不会就是你所为的用力吧 我卡住了 你看起来确实像卡住了 老板 我能请教一下你吗 树上的鸟儿 成双醉 代驾怎么还没来啊 代驾 这 上车吧 跟我走 什么事没有 我凭什么跟你走啊 再废话 我彻底废了你 这里安全 刚才酒是你请的 这个 我来 吓我谁呀 我 走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